说起黄磊想必大家都不会感觉到陌生吧 他在娱乐圈当中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拥有着很大的名气 很受大家欢迎的 他还是被我们老师 有很多他的学生 现在在娱乐圈都是有着很高的名气的 而且黄磊是很高的名气 黄磊也曾经出演过很多经典的电视剧 所受到的收视率也是非常高 给大家心目当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也对他的演技表示热渴 而且黄磊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成就 在事业上面的黄磊是一个很成功的男人 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 黄磊还拥有着幸福的家庭 他的妻子就是孙丽 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演员 两个人在一起很恩爱 很幸福 从来没有闹出过一点绯闻 而且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三个宝贝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让他们的爱情变得更加的稳固起来 让这个家庭也变得更加的完美了 说起黄磊的两个女儿 大家肯定会对黄磊的大女儿黄多多有些印象吧 在黄多多 很小的时候 黄磊就带着黄多多一起参加了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 当时这个节目所收到的收视率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 黄多多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黄多多特别的可爱 很讨论喜欢 想必有很多的网友们都对这个小女孩很是喜欢吧 而如今黄多多已经长大了 而且颜值也变得越来越高 真的是太美 现在的黄多多还很多打发自己 比较时尚的一个女孩 想必大家都会觉得黄多多的颜值很高吧 但是你们见到过黄多多的妹妹吗 黄多多妹妹的颜值可以说是玩乐姐姐的颜值 她的妹妹叫做黄少爱 今年已经六岁 六岁的时候 颜值可以说是很高的 有很多的网友看到黄少爱的照片以后 都会觉得她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大美女 因此也有很多的网友